翻车啦 叫人们 事情是这样的 30让我给洛丽塔画上AI模特 半小时就要 故事开始 我很自信的 来到Stable Diffusion 这里直接点击图生图 然后点上传重绘萌版 然后点预设里面的模特换装关键词 关键词我提前测试了很多次 所以这里我们直接使用 然后点这里上传白底衣服的图片 下面上传我做好的全纸遮造图片 做一副遮造的方法放到了视频最后 这里参数 我也直接设置好了 你们直接抄作页 我测试了很多次 看我鼠标指的位置都是重要参数 这里尺寸需要根据你全纸照片像素一字 深层批次设置为6 也会抽卡 让我们降低AI的容错率 重绘幅度设置为0.8 然后往下拉到Control Lab 把这些都勾上 然后再次上传白底全纸图 预处理器我们选择开逆 右边模型也必须对应选择开逆 点中间这个红色图标预览 开逆能够比较完好的保留全纸细节 然后点击第二个Control Lab 勾上这三个 预处理器不选择 模型选择Open Pose 这里拉到0.86 然后我们上拉来到3D Open Pose 是为了固定我们人物的姿态 点击文件 然后点击设置背景图片 上传白底全纸图片 然后根据全纸的大小 设置你需要的人物姿态 我就设置简单一些 这里记得设置宽度和高度 宽高设置宝石与裙子尺寸一致 然后直接点击生成 这里我们只需要用到人物姿态 只需要设置左边第一个 后面的我们都选择不要 然后点击直接发送到图生图 它就直接到了 我们第二个Open Pose的位置 最后我们再检查下参数 没问题直接点击生成 感受显卡的燃烧吧 我的显卡是1080Ti 如果你的显卡比我好 并且你是N卡 现存也不差的话 那你肯定跑图比我快 两个Kan Tril Nant控制跑图会慢一些 OK 搞定了 我们看一下模特 有没有穿上我们指定的衣服 模特是穿上了 可是这手 翻车了家人们 这是开立的效果图 能够比较完好的还原全自细节 爱在画手方面 还有很多需要改进 我们挑选一张手稍微好点的 就这张了 小姐姐真好看 我经过好几次测试 手部始终有问题 所以模特不要担心会失业 但是客观地讲 AI的进步速度的确很快 在不久的将来 很多行业的确会受到冲击 努力让自己更优秀 就永远不会失业 全都是扯淡 接下来我决定去退掉这个单子 最后是给裙子做这照的教程 打开PS 把扣好的裙子拉进去 然后新建一个空白涂层 拉到最下面做背景 然后填充成白色背景 直接导出PNG 得到白底全字图 然后再选择上面全字图层 按住Ctrl键加鼠标左键 然后填充成黑色 最后直接导出 PNG 得到全字这照图 终于这走